看一把S1解克小7 被离 带的是传送 那可能是封窗挽留 然后带了 那个脆火 有可能点的是拘禁狂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上来抓到一个杂技 还可以 这翻过来漂亮 这波骗得舒服 一个走位骗过来 翻一刀误刃 没有插刀 阵容里面没有先知的 等下一刀误刃的话 这个杂技可能要倒 应该是一颗减速球封路口 直接往里面走 这个是必封的 三秒钟误刃 这误刃上了楼 看怎么溜了 怎么溜 这里下板 绕 一颗火球 封你误刃 可以啊 这个手就很细节了 两个必定能封住的点 这两个球交的就非常的舒服 就是交的是有作用的 再一颗 这个球效果就不大了 好这里一刀无人也没打中 因为这边他踩了球的 踩了球你翻出去 这个时间是很慢的 这边再看想传送 这三颗球交的非常的完美 就这杂技就是已经是 虽然说上面吃了第一刀 但第一刀呢 只能说杰克这边骗到了 你也没什么办法 这边是误人驾驻 我看这个杂技怎么破这个点 误人驾驻理论上面来讲是躲不了的 理论上面来讲这个点是躲不了的 挂的话是挂在了佣兵脸上 看佣兵这台机 修了一半不到 外面技师修两台 这边过来应该是会尝试去打一个气球刀 先把你赶走对吧 至少不让你在脸上这么修 佣兵就第一波人 先拉开距离卡一卡血线 双方进行一个交换 看这波防守 这波防守如果能打个双挡呢 杰克是保平真胜 现在还没有到杰克能保平真胜的点 这个抓到这个杂技 现在最多就是一个能够有机会保平 真胜都谈不到的一个节奏点 因为这个杰克怎么说呢 他毕竟 能不能打个双挡 nice 火球 漂亮 这波双倒一打的话呢 就有那么点机会去争一个 就保平差不多能保下来 但是也不好说 因为技师在外面是双修的 杂技这里6不太动 6不太动 博命结束 基本上就要倒 这里200 200我等你 等误刃 杰克可以等误刃 因为他的一个博命时间都没结束 好 这里连误刃都省下来了 4秒钟误刃 前锋过来 前锋这个点想要来干扰 目前来看 手上有一刀误刃 他可以用这刀误刃 把这个人 诶 撞 放 好 贴近距离 这里看能不能追一刀 这边是撞下来的 我以为是放下来的 看错了 那这里得把前锋赶走了 但这个点赶前锋 比较难赶 比较难赶 因为这个位置 前锋还是可以架在这个窗口的 好 这边再拉球 放 3秒钟有误刃 这里这刀误刃要追了 再牵吧 再牵 捷克拿这种点的前锋 其实是很难有什么太多的发挥的 这刀误刃刮出去 如果能刮中前锋就帅了 这前锋干扰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这里没什么点了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到 为什么前锋这波没有撞 就是因为这个杂技 他现在倒的这个位置是没有贴边的 你前锋撞 这个距离撞很容易就是 没有把屠夫撞 因为反手持一刀气球刀 所以前锋这边选择就是 很好的一个选择 我不撞了 我留球然后待会就一波对吧 至少求人者正在这里的一个局面是撑到了 傭兵起来了 等于说前面那波双倒的优势被前锋是已经是榨干了 就是刚才 这边想要撞 一刀无刃帅 没有插刀吗 再打 哎呦 前锋这里漂亮啊 吃了一刀无刃 但是反应很快 再撞 不追双倒 要把这个杂技先挂死 因为看上去外面三代电机 傭兵这一台是应该最差的最多的一台了 一刀没打中 这里误刃 再补 好 杂技倒挂飞 还可以啊 还可以 捷克至少是把这个平局应该是能保下来了 我们看看这边的一个电机分配啊 电机分配这里是让街市的娃娃修二楼的机 前锋 佣兵两个人 这台电机还修不掉 那这边追你前锋 如果再倒遗产机 这把就是一个宝瓶真剩了 这台遗产机被管得有点伤 有点伤 主要就是因为佣兵之前吃的那个双倒 然后的这个战区呢 一直在这块区域 这里前锋一波偷偷的溜着 拉开距离 那这边知道你要回来补菜电机 一刀无刃 差一点点 佣兵这里没有交互 这个点交互币 感觉他可能感觉拉不开 因为这个点的一个贴墙 互币是往前走的 前面是墙 看看这里一个互币弹走 吉尔斯这台差了不多 但这个娃娃的这个量好像不太够 污认好了 这前锋要倒 这前锋倒问题倒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前锋一挂 佣兵回去修他的遗产机 然后吉尔斯来救人就行 不过吉尔斯娃娃那台电机是点掉了 这个很关键 就是这娃娃的电机如果没点掉 比如这娃娃这电机差一丝 那这把杰克是还是蛮有一面的 现在的话电机点掉 佣兵只要把这台机压好就行了 吉尔斯手上说不定还有薄命的 没有 他这边是三点挣扎 双弹带三点挣扎 这里过来管电机是对的 因为你如果说去管这个前锋 那这把势必就是变成了一个 要打开门战的一个局 我这里把这个佣兵管了 挂了 如果能挂在这台电机处 节奏就更好 这里护臂耗完 佣兵要倒 一刀 没有实体 反身回来 那边两个人应该是想要摸 把这前锋摸满 再过来打一波 这波打的就有机会一点了 守着没机会 大家千万紧的 你打屠夫这种局 就是插一台电机 外面你知道这台遗产机 有人在修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是一挂 外面有个人能来救 有一个有生人来救 千万不要守这台电机 对吧 除非这个人上挂飞 你守一守留个传送 这边可能还好一点 打一刀 回身可能要传送 看电机 再看电机 看电机还没有动 传送是好的 那这边再追一追 继续看电机 但凡前锋你敢喷电机 我就直接传送过来 拿你前锋 二挂的前锋 八秒钟误刃 这边过来 哎呦砸了个头 前锋摸到电机了 那可能要传 过来找前锋 一刀误刃 有插刀 前锋再往女神像拉 机械师这边要去摸佣兵 这个佣兵得摸 杰克的话 要赢的话 他得再拖一个传送 才有赢面 当然他有这个资本拖 因为穷者现在血线很残 这台电机根本开不了 再拖出一个传送 赢面还蛮大的 因为这求生者这边的道具 基本上已经全被耗空了 板子的话 我觉得这两块板子 可以踩一块 要不然这里能绕很久 再来看到这道乌刃 看这道乌刃 就这道乌刃了 就这道乌刃了 没回 前锋翻版还是快呀 再绕再绕 距离拉近了 好这里有机会了 来 必导 这 我错了 好吧 这乌刃没打中 只能说前锋预判的好呀 还行吧 二挂前锋 戒身满血 拥兵半血 又到了刚刚那个局面 挂的话也只能挂女神要这样椅子 但是还是能回去守 在你们最近这书名号打得好啊 怎么说怎么说 有上挂飞的人了 传送27秒 还是手 还是手 还是手电机 这里再打 可以啊 球人现在都一球二白 全是对吧 全是平民 什么都没有 一刀无刃 先把这傭兵拿了 好回身过去 10秒钟以后传送也好了 前锋你不敢修机吧 上挂飞的前锋 这边抓机械 应该是这局十拿九稳了 这几波拉扯 对于对于求生者来说呢 基本上电剑没怎么修到 然后呢 道具全部好玩 这个是最亏的 哎 这边戒尔士一刀打 好 难受了 误认好了 这里戒尔士要倒 戒尔士一旦倒地 求生者 基本上就是已经宣判一个三杀起步局了 这我是不相信这个局还能给他保平的 这怎么保吗 你告诉我这怎么保 对不对 前锋上挂飞 手上面摸了两个道具 我这里先把机械给拿了 机械这块板子 怎么说 下不下 调整好角度 一刀 哎呦 蓄力 一刀 拿下 前锋要去补电机 这里可以把这个戒尸挂上以后 看电机船 电机 哎不错 这电机快要好了 看着电机在动 怎么说 要不把佣兵挂上 不挂佣兵 他可能没有看见佣兵 一刀无刃 交怀表 追过去 上挂飞的人 电机也在这里 前锋走 走不了 你说这怎么办呢 佣兵起来了 刚才如果挂佣兵 我觉得更好一点 挂佣兵更稳一点 拉开 救下来 佣兵交掉自摸 先处理佣兵 好 自摸的 先交掉 两个人要抢电机吗 这里是掩护一手 追机械 对 这里倒不是说 一定要追机械 而是谁往电机 那个方向跑 我追谁 只要你不碰电机 我这把 只要你不碰电机 我这把就是一个四杀局 一刀无人 拿下 好 挂回去 舒服 前锋 这里 他只能把佣兵摸起来 然后两个人慢慢摸 摸好了吗 可能能跑一个 摸不好吗 一个都跑不了 还是打得比较细 就是比较球稳的 没有给到球者一丝机会 这里有耳鸣 看一下 一个护币弹过去 要捞机械师 两个上挂飞的人 但这个血线 好像有机会 能捞下来 可惜这傭兵是交掉自摸的 追前锋 一刀 好 这已经打的就 对吧 这就打到深球水尽了 该叫自摸的交掉 然后上挂飞的上挂飞89% 这边传送过来到脸上 一刀完成射杀 杰克的刀 确实有的时候 就是经常会从你的 鸽子窝下面漏过去 蛮正常的 鸽子窝下面漏过去